政府将在2024估税年提供50%的个人所得税回扣顶线为200元 另外从明年1月1号起 国人在自住产业的年值如果不超过1万2000元 业主将无需缴付产业税 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说 个人所得税回扣顶线为200元 是为了确保回扣主要让中等收入人士受益 从2025估税年开始 政府也将提高申报与受抚养人有关扣税项目的年收入顶线 这个顶线将从目前的4000元提高到8000元 另外明年1月1号起 自住产业税的产业年值范围将调整 最低税率的征税门槛将从目前的8000元上调到1万2000元 最高税率的征税门槛则从10万元以上调整为14万元以上 中间各层级的产业年值也会相应调整 考虑到一些住在年值较高产业的退休人士 可能在交付产业税时面对现金流问题 国内税务局将为他们提供24个月免息分期付款安排 另外即日起55岁以上单身国人如果要大屋换小屋 在购买替代私人住宅产业后 如果在6个月内脱售原有房产 也可申请退回私宅的额外买家印花税 政府也将放宽对房地产发展商的额外买家印花税要求 网顶